高雄一名骑士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在途中还鬼切 连切了两个车道 一口气切到外侧 而当时后方骑士来不及闪避 追撞摔车 没有想到这名鬼切骑士 竟然直接跑掉了 涉嫌肇事逃逸 而同样相当惊险的 还有这部交通车要靠右行 但是车道不断的缩减 让一旁的骑士差点遭到夹击 黑衣骑士起来 见前面路被挡住 开始往右 越过白车再往外 连续切是成功了 但后车被他吓到 骑到一半突然有车冲出来 后方民众紧急刹车 还是没刹住 追撞后滑出去 一阵错愕 就见鬼切骑士排排屁股走了 路过民众也傻眼 只能帮忙报警 车货地点在高雄左营 名城二路和中正街口 当时十字路口有车要左转 这名骑士似乎等不及 涉嫌鬼切没注意 酿出追撞还照逃 导致周南身体多处插错伤 调阅监视器追查中 骑机车发生车祸 商人赵陶 最终可出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和九千元以下罚缓 还加码抓到没单 全貌最佳一等 同样路上惊险的 还有执行机车 碰上要靠右的交通车 骑士骑在机慢车道 交通车要靠右 一路逼近 只喊差点被砸击 警方说搭车变换车道 应注意安全距离 机车也得注意车前状况 马路上互相谁都别印记 记者徐轩荣高雄报道 咱们就说请练好 高菊